进入科技时代传统手艺逐渐示威 很多传统老手艺也难逃时代洪流淹没 台湾宜兰一名风筝师傅 三十多年来坚持手工艺术 近期更特别采用了特轻的材料 制造出一款会在天空踩脚踏车的 露丝造型特达风筝 让风筝乘着风翱翔 便有一番景色 那么我的主要设计就是 让它成为童幻节里面的地标 然后由百律师这个吉祥物 来踩着脚踏车 成为一个吊挂的装置艺术 那其实它是一个挥得很好的风筝 原来师傅是配合2016年宜兰国际童玩节 花了60天制造两个巨型风筝 这款风筝大约200厘米高 180厘米长 75厘米宽 特殊之处就是这座风筝 只有800公克重 轻盈造型让风筝毫无阻碍 在空中自由飞翔 孩子们在一片翠绿田野间 看着会踩脚踏车的大风筝 无意乐乎 感谢观看着会踩脚踏车的大风筝 感谢观看着会踩脚踏车的大风筝